湘先生從中間搜亂 車輛 這場車禍 在一個 在一個光線很通明 前面沒有塞車的路 我沒有想到 我跟兒子都拋出來坐在國道上面 我還在想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兒子已經歐卡了 我是Cindy 平常是壁畫師 那大部分就是從事牆壁彩繪 然後偶爾接接活動做人體彩繪 我是廣告設計專長 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些想要學設計的朋友 也會私底下來找我做家教 16年前 大概24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應該是先接觸人體彩繪 那接觸人體彩繪之後 我覺得畫人體的面積就是這樣 就是 我好像有點不太滿足 就是覺得說這個畫布好像就這樣而已 然後沒有辦法再擴大了 今天是為母親姐做的人體彩繪 對 因為這有點像時尚造型 所以我會看她今天穿的衣服是什麼 然後我就幫她決定怎麼樣子 幫助她在今天的服裝上又更加分 然後讓她整體的感覺又更好 Cindy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那她在人體彩繪上其實是非常有溫度跟溫暖的 然後我也希望把這一份溫暖可以帶進我們分會裡面 為這份母親節可以多添一些色彩 我也希望在Cindy的失去她兒子的這份過程當中 我很希望帶更多活動 然後更多外來的心意可以進入她的人生裡頭 可以讓她能夠不要再 再沉入再失去的那一份心境裡面 然後七次到十點 看著體質 好 這樣就很有意見 我覺得我的彩繪賦予給人的是一種更多的價值 可以拉高這個人本身價值的一個 一個彩繪的一種點綴 所以我會特別為Cindy說 可以找機會 能夠多一些 讓她可以出現 一直以來 我心裡面都會有一種想法 我希望給人溫暖的感覺 然後讓每一個人在生活當中是充滿溫暖的 讓她可以分散那份注意力的 帶出她的那份心情 對啊 我也希望她可以再往前走 再往前看 會 其實每一天都會去思念我的小孩 我每一天都會去思念我的兒子 會去想著 去年她 跟我說 媽媽母親節快樂 一家輪的喔 開始彩繪的時候認識的 已經好幾年了 對 那她怎麼會跑來這邊呢 她要用到塗料啊 那那個時候 大約16年前 牆壁彩繪還沒有這麼盛行 但是 國外隱約都有 那我有一個好朋友就啟發我 他就跟我說 Cindy你試試看 畫到牆壁上去 那那個時候 台灣還沒有這麼的 多 幾乎是看不到什麼壁畫的 差不多沒有什麼壁畫 後來開始 就是我開始接觸後的 隔一兩年 3D彩繪的一些那種 什麼恐龍啊 那一種就慢慢出現 我就看 我們高雄有很多很厲害的大師 雖然我沒有去跟他們直接學過 那我也不是美術科班出身 在畫壁畫的時候 一開始因為都是平面 就是我只能夠勾勒比較平面的圖案 那那個時候還不是很純熟 應該說我都是在摸索 因為以前我學廣告設計的時候 並沒有壁畫這一門科目 所以它其實也沒得學 沒有任何人教 那麼我大概從事 那個時候不是正職喔 那個時候算興趣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學校 我免費去做畫 然後我去嘗試的把我想像的圖案放上去 彩繪一定要用到塗料啊 那用到塗料我們可以幫它介紹啊 介紹要用什麼品牌的塗料這樣子 是這樣認識的 那當時有給妳請教什麼問題嗎 還是說妳有發現它是很厲害的 不敢說請教啦 就是大家互相學習啦 它的需求要什麼漆的話 我們會幫它介紹 對 適合他們彩繪專用的漆 那以前都是考慮到是比較偏平面 可能就是一個穿堂的左邊的牆 或者是一根柱子 但是很難 我那時候還一直在思考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看起來 處理得更好 後來才知道這是空間問題 那慢慢的慢慢的 我的很多的困難點就是 從怎麼樣從平面又要走到空間 然後要整合 後來因為加上我是學廣告設計 所以我會希望說 如果我今天的畫作 是含著藝術跟商業的部分 這樣我就可以同時可以幫忙到這個商家 因為這樣子才能幫忙到他嘛 但是我又富含了藝術性 那我覺得我想要把藝術融入到商業裡 那就是比較清楚 不可以 那這個就是漆水磨 沒有這個 沒有就是秋葉 青葉的那個菲尼絲 這個是那個 那個蕭瓜 它的蕭瓜 所以是 它的蕭瓜 所以是 漆水磨 這是青葉的那個 青葉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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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綁青水磨掉 對 對 好久了 它也本送給你了 那個的話 你們才會也是可以用得到 每一次作畫都是 都是一種精進 因為每一次都是新的練習 那雖然 別人 一開始其實我會懷疑自己 老實講 大概在前六年 就是從二十四歲 一直到三十歲 作畫的這段期間 因為我一直都 不是科班出生 所以會比較沒有自信 會覺得到底我是不是 有天分 我會一直懷疑自己 那後來 一直讓 應該說都是大家 然後還蠻認同我的作畫 我還是很懷疑喔 但是到最後 欸 有一棟民宿 它整棟給了我 那我就想 欸 那我來幫它規劃 每個房間還有 整個大廳還有門口 過來 我這樣子真正 幫它做完之後 我自己也蠻驚訝的 哇 原來我做完之後的效果 跟他們的翻船率很高 那代表今天入住率很高 我會聯想到商業 所以 我覺得我今天呈現給他的價值 已經超越了很多很多 所以 如果有那個老闆賺到錢 然後我的話賦予了他這麼多的價值 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很值得的 那我從這一間民宿開始 嗯 我就蠻有信心的 所以 一路以來到現在 就是 這十幾年 我就會覺得說 嗯 游刃有餘 然後會精進自己 就是我還是一直不斷的去 參考很多國外的 大型的 然後像澳洲那邊很多 那我們常常就是會去爬 那甚至因為 我想要把這個領域做得更好 那我從二十五歲開始 我每年都會出國一次 因為 這邊就是完成度比較 還沒那麼完整 所以我就是先以一個區塊為主 然後這邊的話就 再讓他去做更豐富 對對對 因為像這個也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好 我知道 所以我想我對CINDY的第一印象 就是 當時我們有個先知性的畫家 向我介紹CINDY 是因為 我們也要在其他的空間 表達藝術的內容 那我當時對他的有一個禱告 就是好像我們看到一個人 神會說一些的話一樣 那特別感受到 他能夠將他所看到的 或者所思想到的 他的筆觸 能夠把那一些我們似乎 只是感受到的一些的 光景或狀況 能夠具象化的呈現出來 這是我覺得 當時為他禱告的時候 很驚訝的一個看見 所以我知道他是一個 在表達畫作上 和在表達整個的畫上面 應該是一個 很有力度的人 因為其實 我也是從很多戶外的 藝術牆開始 因為早期大部分 會委託 委託 像我們這樣的壁畫師 去做畫 通常室外很多 那室內的話呢 會有一些民宿 民宿業者也蠻多的 但是因為大部分 都是商業需求 所以我 我會覺得 其實我們台灣 普遍美感都沒有很 沒有很平均 所以你會看到 有些美感很強的人 可能他就會重裝潢 我們在整個的畫作裡面 其實原來的 這一面牆的畫作 我們當時是有一些想法的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 Cindy在表達的時候 讓我們更加的有感動 所以雖然我們還沒有看到 他的作品 但是我想他能夠呈現出 我們所要的 那我想可能看到這幅畫 雖然在這邊是一個 還是一個這樣的面積 但是他能夠讓我們感受到 創世紀 好像方舟裡面動物的那個 活潑的樣子 不只是有動物喔 我覺得是活潑的 是有溫度的感覺 我覺得蠻好的 蠻讓我們感受到 他的快樂的 是這樣的 就是一般我們壁畫師在 看得到這十幾年 大部分都是 在戶外創作一些藝術 或公共藝術 我們會看到台灣很多壁畫 那 我也是早期從戶外 一直走到室內 那室內也常常會畫到像民宿 那其實 在大概八年前 我就會 會受朋友委託畫住家 但是這個住家 並不是很常態 就是因為他沒有很常態 那通常會請我畫壁畫的住家 他們不是否商業的喔 他們都是自己想要 有一個 營造一個環境 那通常這樣子的條件呢 他可能是整棟的透天 然後裡面的某一個空間 他會來招待一些自己朋友 那 會因為是這樣子 而請我去畫畫 那有時候是業主自己的想法 那麼 畢竟是少數 所以 我就一直在思考 把藝術居家化 藝術平民化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好像我很適合 然後 普遍台灣人的 對這種空間美感 落差很大 你要嘛 就是有錢 重裝潢 或是有點品味 他會願意 捨得花錢去裝潢 但是喔 百分之八十的人 百分之八十的民眾 可能錢不夠 更不用談裝潢 所以裡面大部分都是 七白色油漆 或是什麼 就是一堆什麼百合白啊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油漆 那 我就會去思考 你看喔 現在每一個人的生活品質 跟生活條件 都是提升的 那麼 我們每天在外面忙碌 然後像現在的壓力這麼的大 就是普遍性 低薪嘛 然後 生活壓力大 回到家以後 又要看著這個 髒髒白白的牆 是不是很憂鬱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是可以把這個藝術帶入治療 然後 療癒很多人的心理 只要能夠在 每一個人的家的 一瓶兩瓶的一個小地方 幫他採揮一個空間 那他就會覺得 每次回到家 有一種舒服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大概平常都五點就會起來 然後 為什麼五點起來 因為 妹妹要喝奶 他那個時候呢 會先餓 餓醒一波 但是他不會真的醒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會先 泡個 泡個奶給他喝 那他自己就會 喝光 喝完之後呢 他會繼續睡 我也繼續睡 那我們大概 我們都會睡到大概 六點半七點 七點多差不多 那我就會慢慢的起來 我先整理 然後我就是趕快喝個早餐 那 幫妹妹 梳洗 把他的衣服啊 褲子啊 襪子啊 鞋子啊 穿好 那給他吃一點點 給他吃一點點小食物 再來 就準備 載著他 還有我也要整理我的工具 因為我一趟下去 我就很難再一直走動 所以我都要同時準備好 所有的 今天要上工的東西 還有他的家當 對 因為我也要裝他的水壺 我的水壺 這樣 我們一起去 我就帶他去巴姆家上班了 來 走 走 走 哇 萱萱好棒喔 哇 你好棒對不對 哇 好棒喔 哎呀 哎呀 這個 咕咕咕 哇 好棒喔 寶寶來啦 寶寶來啦 上 最新啦 這邊的工具 先把這些台膜 一邊一邊 好 現在把他找你 因為他身體 因為車禍的關係 受傷而需要 需要有人在他身邊 幫他拿中的東西啊 等他身體好了當然 我就不會這麼勤快了啦 因為每個人都還有每個人的生活 他會畫壁畫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 我都是一直是陪伴的那個人 他的需要什麼 我能給他什麼 就給他什麼 就是幫忙他 帶帶小孩啊 幫忙他整理家裡啊 就這樣我有空啊 就是我有空的範圍之內 我跟你講 你這個牆嘛 這樣 然後如果要走 英倫系列 從你給我的土 有點像這個建築 這個建築物 好 那 這個建築物 我的這個框 我預計是這樣 好 就是 像現在這樣子 就是 因為這個牆 現在是這樣方方的 那我因為 如果我們想要 呈現夢幻美感 那我就在你這個四周圍 我們去做 畫得很好這樣 有點藤蔓感 但是又有框起來 就是 會有 對 就是會有像這種 通常是用木座 通常是用木座 去做那個框 對 但是我們 用畫的 對 我們用畫的 我們就是 幫你把這個邊邊 收得比較漂亮 那那時候我就看他 買一個小女生 然後就是 還蠻陽剛的 有點陽光 然後就是在那個 畫我們那個 學長的牆壁 那我想說 欸 好特別喔 然後他就稍微介紹了一下 那也介紹我們兩個認識 那 談畫之後 又覺得 欸 還蠻喜歡 跟他對話的 常常就會聊天 那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棒的女孩子 對 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藝術家 通常要 要上 就是我們要 工作之前 那一般我的工作的地點都是牆壁 所以我會先幫他做一些防護的動作 那防護的話呢 就 包括像地面的鋪陳 我們要防止他的地板 被我們弄髒 在做畫的過程 因為 油漆的漆種很多 有些漆是直接咬進去 可能會很難清 但是如果像今天 雖然他是瓷磚的地面 但是其實瓷磚地面是很好清潔的 但是就是至少我們在風險上是比較 覺得還好 可是如果說有一些家庭 他是木質地板 那我今天的防護 像我現在的防護是做兩層 兩層左右 如果是到木質地板 我可能會做到三層 這樣子 就是避免我今天在 灰灑的過程當中 然後他可能 可能刮破了 或者是翻動的時候 他滲入了 那我要至少防護到 他不會滲入 因為一旦 像遇到木板 或是大理石 那個顏料一下去就吃進去 所以一定要幫客戶 防護好 這樣子我們在做畫的時候 才會比較安心的去揮灑 才不會擔心東擔心西這樣 所以防護工作在 不管是像在畫壁畫 或者是說像油漆師傅 大部分都會做好 這個防護工作 因為這個前置作業蠻重要的 其實我對於心裡的感想是 他一個女人要帶孩子很辛苦 然後又是單親媽媽 又要工作賺錢 又要養小孩 其實我最不捨的就是小孩 小孩子可能就是無法 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家庭 但是其實小孩子跟著心底 他是很開心的 從剛認識他到這樣的一個進程 他的技術還有各方面 然後到現在的作品 他非常的成熟 然後也非常的豐富 對就是他幾乎可能客戶跟他要求的 他其實都是可以融入在裡面的 對那就是覺得他在這方面很純熟了 那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歡藝術方面 因為我也喜歡很浪漫的一個呈現 我自己原本住的那邊就是用比較古典式的 對那所以我覺得他的風格也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可是我自己的產業是很硬的產業 那很硬的產業我又給他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我的很硬的儀器方面的產業要融入浪漫這樣子 那我的構思為什麼我這面牆要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是因為我希望可以做一個客戶的來 來我們辦公室參訪的時候的打卡區 那我呢正常的超車我就是從內線到超車 但是因為我前面有一個很歸宿的車 那我在等待他快一點 然後我的右手邊就是二線道有一台車 好像是刻意的同步進行想把我關在內線道 然後呢也許我技術是還不錯 我就剛好前面我們內線到歸宿的車往前開一點之後 我就超車過去了 那超車過去之後呢 對方馬上閃大燈按喇叭 那因為對方是一台BMW的X6 所以它是非常大台的一台車 我只是開著一個客貨車 那我車上坐著我的兒子 還有我的小女兒 還有我的一個好朋友 我們一共四個人 那我的好朋友也同時看到那台車 按喇叭 閃大燈 然後超車 很秒數的超到我的前面 那它能超到我的前面 它必須開到150、160 它才有辦法超車到我前面 因為我才剛超完車之後 我一定是在120的時速 那它既然能夠超到我的前面 那表示它非常的快 然後它又開到我的正前方 其實前面都沒有車 它如果從內線到超車之後 它可以走了就走了 但是它直接在我的前面踩了煞車 很緊急的踩了煞車 我在當下 我只能夠做閃避的動作 所以當我一閃避 我的煞車一按下去 我整台車子就失速 開始大滑 開始翻滾 就這幾秒鐘 我在翻滾的時候 我在想我會不會死掉 我沒有想到 我跟兒子都拋出來 坐在骨道上面 我還在想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我兒子已經歐卡了 送到醫院的時候才知道 他沒有心跳 對 對 對 謝謝